第二个的话呢,我们就是这一题 其实这一题也非常简单 它主要重点不外乎就是怎么样 第一个,请你把水管的部分 这个水管把它去背 然后移到哪里呢?移到背景里面 这是第一个动作 我想这个跟前面差不多啦 你可以用快速选举工具 配合套索工具 就可以完成了 OK,动作都差不多 第二个的话,你Ctrl-C,Ctrl-V贴过来 再移动一下位置 移到跟完成的档案差不多 接下来呢,背景部分 两个重点 一个,把背景模糊 至于模糊多少 请看影片里面有讲到 或者说你应该要比记一下吧 我印象中好像模糊大概多少 四点多吧 反正那个数字 只要接近就好了 反正你就比对一下 跟完成档差不多就OK 我不会说一定要一模一样 越接近大概越好 第二个的话就是色彩饱和度 原来很鲜艳 请你把它的色彩的饱和度降低 至于降低多少 有个数字 请回头自己再看一下 做个笔记一下 OK 这个是第二个 这是第一个 第三个是什么 这个 这个是从哪边做的 其实从 还记得吗 这边有没有 记得啊 是从这边 有一个什么呢 这个东西 他特别注意啊 之前有同学在那边点半天 一直点不出来 他以为是photo shop坏掉 其实不是 他忘了按住不要放 他是躲在里面的 记得是什么 指尖工具啊 你不要选错了 选到别的地方去 另外再来就是涂层要选对 涂层要选那个water那个涂层 再往下拉 而且那个圈圈的大小 要自己调一下 他就可以一直帮你往下刷了 另外的话呢 还要特别注意就是那个 好像那个water的眼睛要打开 他预设是没有的 OK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你一定要注意 那这个第三个应该就没问题了 水量多少 那当然就是参考一下 那个完成的档案 就差不多就可以了 记得是这个 把它往下刷 最后的话呢 你就把这个水管的涂层 有没有 把它复制 复制一个涂层 放后面 然后涂层放到后面之后的话 把它好像印象中是 它的大小 Ctrl加T 缩小大概60% 透明度的话 记得是在这边涂层 有一个涂层的不透明度 把它改成 好像我印象中是65% 这一题就完成了 所以基本上 这个水管这一题 倒还蛮简单的 重点部分的话 我们之前的影片都有 所以细节部分呢 你就把影片再看一下 不过我建议你早点准备 千万不要考前那一天 才开始看 会比较慢 因为其实像那个 这些期中卡也是这样 我看YouTube的流量就知道了 那一天的流量 前一天的流量 是暴增十倍 前面几天都没有动静 都是在前一天 不过这样也不太好 因为你一天要准备 全部有点困难 才五题而已 OK好 所以106部分我想应该没问题吧 再来的话呢 202 鸭子 这鸭子我想应该大家会比较有印象 这个鸭子的话主要分成 第一个是鸭子 有两个地方改变 眼睛 它有一个异化 把它solo 我们有练习放大跟缩小 第二个是它的尾巴 有没有 往上翘 我算过大概十几个吧 反正大概你就长得像就可以了 怎么用那个异化里面 手指头有没有 把它往上拨 至于拨多少 比较像 你们自己调一下它的数字 那个部分的话呢 可能花一点时间 调整一下 再来第三 再来这个应该第一个了 第一个就是 这个部分跟这个部分 第二个是下面这个 连一 有没有 要特别注意哦 连一的部分 请你记住 要先用矩形工具 把底下选起来 因为如果没有选矩的话 它那个连一不会在下面 而会在正中央 它会有一个那个 叫锯子状的吧 那锯子状多少 有个数字 请可以回头看一下 那个关键的数字 我印象中好像是八十几吧 OK 好 那再来的话就是 还有什么 还有第三个 这个旋转 这个旋转 这个旋转导致比最简单的 它里面呢 就是会跟你讲说 题目已经有告诉你答案了 所以其实你也不要忘记说 题目里面 在那个 这个是二零二嘛 将来题目里面 会告诉你一些讯息 比如说二零二这个 它最后会跟你讲说 在那个旋转效果 所以你从滤记里面呢 可以找到这个旋转效果 只要找到 它本来是横向的一个水平线 马上就变成一个旋转的一个圈圈了 非常简单 做一次就会了 OK 那这个二零二题 大概就是这样子 所以有几个重点 你只要掌握到 其实很顺的可以把它做完 OK 那最后的话呢 我们还有一题 这个是二零四 漩涡这一题 那这一题的话 是刚好上个礼拜 我想印象各位应该比较深刻一些些 里面有哪一些重点呢 第一个的话 它本来提供给我们档案 没有这样的一个旋转 所以你必须利用它里面提示的 哪一个部分呢 这个地方它有跟我讲说 请你用什么 用那个 有个叫漩涡的效果 那漩涡呢 它有分成正的跟负的 就是顺时针跟逆时针 那记得 你要往那个顺时针方向 另外还有风动 印象中我有做两次 一次是强烈的 而且那个风吹的方向 你要特别注意 像这边的话 我们是从左边吹到右边 所以这个不要做错 应该就OK了 再来的话呢 我们还做出什么阴影 把那个图层一设为阴影的效果 也就是那个旋转的这个部分 也要把它加阴影 那加阴影应该还记得吧 在这个图层上面点两下 就会跳出一个图层样式出来 你可以去图层样式里面 去变更它的阴影 然后最后呢 还有什么呢 还有一个最关键最后的 再来的话就是那个放射状模糊滤镜 这个部分的话 它是背后的这个 背后的背景 把那个背后的背景做出那个放射状模糊 放射状模糊 那最后的话呢 再把这张图 本来上面还有一个部分 把上面的部分给裁掉 我讲过好几种方法 不过其中最简单的方法 好像是用到那个 影像里面有个叫板面尺寸吧 你只要点这个下面这个按钮 按下去 那上面的部分就帮你裁掉 OK 这个好像上个礼拜也有特别提到 那最后的话呢 就是它有什么 这个有个笔画 笔画特别注意 本来这个文字只有黑色部分 没有外面的框框 那我可以用什么 用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就是这个地方点两下 它会跳出一个这个图层样式 那你可以把这个样式里面 找到那个 好像一个笔画 把外面的框框 加大概三个像素 很太有印象了 就直接可以做出那个笔画的效果 所以大概会有这几题 那是这个档案吧 我印象中是这一个 这两个 这两个 这个有没有 那怎么做呢 先点两下不就有了 点两下之后有没有 关键在这里嘛 这个点两下 然后呢 它会跳出什么 图层样式 那找到哪一个呢 找到笔画 就这个笔画 比如说你今天希望在外面加一个框框嘛 笔画一下 那记得打勾之外 它点它一下 然后呢 外面三个像素 不过预设是黑色的 请你把黑色改成白色的 拉到左上角 就会是255 2525 按确定 它有外面的框框出现 按确定 那你把这个图层怎么样 复制 比如说这个地方 我把它复制到哪里呢 复制到 我看 复制到 我们 复制到另外一个图层好了 按确定 复制到这边 复制到 这个 OK 有没有看到 这个 就会外面有个框框 那效果的话呢 就类似我们最后看到的 有没有外面有个框框 它的像素的话呢 那就三个像素 大概反正你只要做得出来 两下都可以完成 OK 那大概是 有 总共 三题部分 那 下个礼拜的话 原则上我们大概 考试时间 差不多一题 给各位 大概20分钟 应该可以吧 一题20分钟 应该 如果熟的话 应该10分钟可以做 做得完 所以 原则上我们考试 给各位40分钟 应该来得及吧 那你也是一样 你越早教 当然相对的 你的成绩越好 OK 所以如果说你可以在 一题三分钟 六分钟以内完成 那就是非常的熟练 是非常棒的 那 OK 当然我很希望说 如果你真的对于 美术方面有兴趣的同学 那这个不要把它当成 只是考试 以后可以再往这个方向去发展 我觉得还蛮有空间的 尤其你可以融入一些文学的概念 把文学在视觉设计化 把 有些东西啊 说真的 有些情境 说真的 我没有 你有些文字叙述 你说真的 你没骂表现 有些诗词里面 那你旁边有个画 有个什么图出来 感觉会比较具象 那现在人反而也很比较喜欢具象 所以像我有时候写部落格 我发现 如何去吸引抓住别人的眼光 你写一堆文字没人看 怎么办 有图有真相 要放个图 有图还不够 要放个影片 影片还不够 放个动画 这样子通通放了 就可以慢慢抓住 一般人的视觉 因为有动画 他就会catch到 但是他没办法支持很久 接下来他有一些什么 图 有图之后的话 又有一些什么 影片 有影片呢 可能还撑不久 他会想要接下来看更多 才会想要再延伸去看一些文字 所以一个部落格 要能够经营 我觉得不太容易 我觉得你们可以尝试看看 那我的东西 我现在没有太多力气 顶多从事 我自己有兴趣的教学 不过我觉得好像还蛮 有蛮多可以做的 而且会尝试 在网路上当个部落客 现在很多部落客是靠这个 靠这个拿薪水的 他的很多收入是从 那个网路而来的 其实这部分的话 你们也可以想想看 可不可以 可以啊 有问题 没有问题 而且在网路上 我结识还蛮多好朋友的 像有个好朋友 可不可以 有没有看过一个 YouTube一个节目 他叫什么 我一直都忘记 他就采访街头 然后问的问题都非常的 非常的那个 让人家脸红心跳的问题 比如说 那个叫什么 我倒一直忘记 想到就跟各位 就问一些问题 这叫什么神 什么问之类的 他也是个台湾人 然后到大陆去 弄一些影片 他最近跟我讲说 他的YouTube的一个月的 那个YouTube的广告收益 一个月 他可以达到多少 他说他最近收到一笔钱 他收到多少 四千块 美金 光YouTube的广告后益 四千块 四千块多少 加个零吧 加个零就四万 再乘以三十 现在三十三 三十二了 对 所以他四千一个月 哇 所以他 哇塞 收入 不错吧 OK 不过他是因为透过 我觉得他 不过他也要做一点事情 OK 类似像这样的 像那个 蔡卡嘎也是 我们东吴那个 社工系还是社会系的 那个你们的学长 OK 你看他也是靠YouTube 爆红了 对不对 所以他现在 这个广告后益 已经比这个 比刚刚讲那个数字 还更夸张 OK 而且因为他的观看之数 又比刚刚的那个 还来更多很多 他在里面就是 透过 一下他的想法 创意 而且 不过我觉得 他的话题要很爽动 我看到那个话题 真的 一直忘记 叫什么 都问一些 很奇怪的 比如说 问一些那个 跟性有关系的 一看 不过好像这部分 反而比较能够 吸引很多人的兴趣 OK 那个可能 好 那大概是这样的 所以下个礼拜 基本上 我们考试时间 是40分钟 然后看 什么时候ready 准备好 那就开始考试 那考完之后的话呢 也许原则上 我大概会 改个成绩吧 如果你觉得自己考得还不错 也没什么问题 那就 就这样的 也许我们就 有缘分 会再见 如果没有缘分 也许就 OK 那 那如果你有可能考不好的 有问题的 也许你早一点再跟我讲 那 把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好不好 那今天的话 原则上 我们就是把那个 前面我们从期中考之后 跟各位讲到 Photoshop的 总共会有那个 五个题目 做一个总复习 那有些细节 我可能没办法讲得太详细 因为前面都有讲过了 所以请各位 回头再把这部分 再了解 然后 练习熟练了 那下礼拜就 就考试 OK 那最后关于 这些题目 或者是期中考试 各位 有没有 有没有问题的 OK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剩下时间就给各位 把这些 再做个复习好了